直擊台鐵地下一樓檢票口 閘門前都沒人 而旁邊明明還寫上請勿進入 但下一秒 看到了嗎 民眾直接衝進原本 應該由站務員驗票的開放閘門口 而實際上沒人站綱 也完全沒人管 而不僅如此 還有民眾爆料 應該是駐人的無障礙升降梯 自己女兒為身心障礙者要使用時 打電話給值班站長是要求幫忙 卻得到回應是對方稱還要派人去 要不要找高鐵的人比較快 認為這些設備根本是給檢查用的 白好看 質疑台鐵就是不願幫忙 我們的副站長他是好意 如果你趕時間的話 就在那個20公尺的旁邊 有一個抬高的一個電梯 當下的一個客人 覺得要等候就季節了就離開 台鐵表示光協助人員走到現場 準備升降梯解開外裝到啟用 就要耗時約10分鐘 前後方就有高鐵電梯一樣可到 並沒有推卸責任 而實際上會這麼講 就是因為台鐵人力從10月後嚴重流失 根本無人應付額外外物 很誇張就是像 你沒有多餘的人力 就是沒有辦法去查票 那像我在入口的話 我一個人面對很多人的話 他直接衝進去你也沒有辦法 員工更爆料 過慶連假期間 台鐵多站出現故障 外界都不知道 就是管理跟人力上出現漏洞 所以這些事故 台鐵完全就沒有講出去 然後甚至簡訊還說 扣掉這些發生的事情一切順利 一天約要輸運50萬人次 台鐵人力成為隱憂 要是不添加足夠的資源補上 恐怕品質跟服務都會大打折扣 記者綜合報導 呃 呃 呃